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這一節我想講一下英利王逝世之後,世界各國的領袖 在任的也好,離任的也好,如何悼念這一位在英國的皇位上坐了七十年的英國的君主 七十年的時間真的很長,世界上各個領袖,我想都跟他接觸過,包括他外訪去這個國家 又或者這些領袖來英國訪問,他全部都有接待,雖然他沒有實權,但是他的魅力,他的風采,他作為英國的名義上的國家元首 首相才是有抓實權的人,和這些領袖的接觸,其實是代表了英國的形象,他的形象在世界各國的領袖目中是非常非常好 比如法國總統馬克龍,他發表悼念的文章,他就說,他將銘記一位心地善良的女王,他是法國的朋友 美國的前總統奧巴馬,他就說,英國王在位期間是以典雅,優雅,和不知疲倦的工作態度,讓世界為之,傾倒 奧巴馬其實就見過英國王很多次的了,他在那個悼念的聲明裏面說 我們一次又一次被他的熱情所打動,他被人感到輕鬆自在,還有他富有的幽默感 魅力,帶入這個盛大的場合裏面 這個風采都沒有人能夠否認,一到場已經震住了 現任的總統拜登美國,他說 英國王不僅僅是一個君主,他是定義了一個時代 他就回憶了2021年的時候,訪問英國,他就說,女王用他的機智 吸引住我們 用他的善良感動我們 慷慨地與他分享,與我們分享他的智慧 三百二世,其實在任的時候,見過多少個美國總統呢 十四個 十四個 是他邀請 英國的 執政黨的黨魁 出任首相組織內閣 十五個 即是一點都不簡單 十四個美國總統 十五個英國的首相 前任的特朗普總統他是這樣說的 他永遠不會忘記呂皇陛下的慷慨友誼偉大的智慧和美妙的幽默感 他還說 一位那麼偉大而且美麗的女士,沒有人像他 我稍後先說習近平和 李家超原來也有發表這個悼念 加拿大是怎樣呢 杜魯多 我昨天在BBC看到他講話的時候,都遇大激動,好像有些眼泛淚光 他就說,女王是對加拿大人有一種深刻而持久的愛 已經聯邦了一部份 他在一個複雜的世界裏面,穩定的優雅和決心帶給我們所有人的安慰 他補充說 將懷念兩個人的交往,聊天的時刻 那些談話裏面 女王體貼,睿智,好奇,樂於助人,風趣 等等 還有很多 他是世界上我最喜歡的人之一 我將非常之懷念他 他說的時候真是有眼泛淚光,忍住淚水 原來他在任期間,女王在任期間,是見證了 12個加拿大總理執政,我想每一個都見過 好了 其他在歐洲的王族又怎樣呢 荷蘭的國王阿歷山大,他就說 他是希莉莎白女王的表親 他這樣說的 他說跟他的皇后懷著深深的敬意和極大的愛意紀念這位堅定且銳致的君主 比利時的國王菲利普和皇后就說 女王是一個非凡的人物,他在整個領導期間表現出他的尊嚴勇氣和奉獻的精神 這些 就是王族 剛才說的那些是政治人物,印度 印度曾經被英國統治過,大家知道 目的 目的是 他說回顧他們兩次 訪問英國的期間和英女王會面是難忘的 是一個很難忘的記憶 他說他永遠不會忘記他的熱情和善良 然後舉個例子 他說一次回面裏面他向我展示 甘地 大家知道甘地在印度來講是聖人 聖洪甘地在他的婚禮上 送給我的手券 手券 即是手勤 即是甘地 送給他的手券 他說我將永遠珍惜這一幕 向他展示 目的在他的Twitter 發文 德國的總理對女王的精彩幽默 表示敬意 他說在移戰恐怖之後,他對德英磨解的承諾 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愛爾蘭 總統對女王的非凡責任感 表示敬意 在英國歷史上佔有獨特的地位 愛爾蘭總理寫了一個很長的聲明 他作為70年 期間包括了巨大變化的時期 在這段期間他代表對英國人民有一種非凡的承諾 這是基於現實主義 對當前事件重要性的保證 是非基於對任何狹藉的歷史概念 中國 中國的反應如何 我覺得都相當有趣 我剛才說 很多 當然是西方世界 亞洲也是 印度 講與英女王交往 這些國家元首與英女王交往的 很個人的接觸 對女王的感情 對女王的觀感 習近平是怎樣 習近平是這麼說的 他向新任的國王 查理斯三世 發出這個宴電 習近平是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並以個人的名義 對伊麗沙白 二世女王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英國皇室政府和人民 致以 致誠的慰問 習近平在他的宴電裏面說 伊麗沙白二世女王作為英國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 贏得廣泛的贊語 伊麗沙白二世女王是首位訪問中國的英國君主 他的逝世是英國人民的巨大損失 Full stop 沒什麼個人感情 當然他接觸得比較少 他去過英國 我現在先說他去英國的時候的情況 訪問 講習近平 李家超 李家超 這樣說 他說在英國 舉國哀悼之際 李家超說 特區政府僅向英國人民致意深切的慰問 贊榮英女王 伊麗沙白二世在位七十年 是英國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 避受英國人民尊重 愛戴和讚許 他等了中國發作這個言念 等了他的老闆 習大大發作這個言念的時候 他都要抄下去 當然李家超沒見過英女王 都沒什麼大有個人的感情 最大的分別就是 是西方世界 是打從心底裡面 這些領袖 是尊敬英女王 真是覺得 他個人接觸裡面 覺得他真是 很幽默 很睿智 震得住這個大場面 有很多的個人的優良品質 在他接觸或者接觸不至一切 很多的接觸裡面 是可以就這樣說出來的 就這樣說出來 奧巴馬說 又典雅又優雅 不知疲倦的工作態度 讓世界為之傾倒 其實這個說法不是 過餘之詞 我說 我上一條片說 為什麼英女王 在人人眾多的歐洲的皇室裡面 大家特別記得他 特別崇敬他 是有血因的 是吧 是在 世界各國的領袖裡面 是英聯邦也好 不是英聯邦也好 他扮演著一個 我認為是一個很獨特的 很得殊的角色 儘管英國國力一直衰退 但是英女王儘管英國裡面 內部也有很多的紛爭 對外的關係 也有時會對於跟國家有緊張 但是英女王是扮演一個很特殊的角色 就好像一個 黏合劑 給我的感覺 他一個 軟實力 Soft power 跟國家的接觸的時候 好像一個黏合劑 有幾個裂痕都好 都很容易 經過女王的黏合 是可以大家 再度重新 去連結起來 就是那種這樣的感覺 無論他在英國內部 和英國的外交上 他都扮演一個很重要的黏合劑的角色 除了一個anchor 去穩住大局之外 他是修補裂痕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角色 雖然 雖然 我都不是很詳細說 想說他的家族 都有些家門不幸 尤其是他晚年的時候 他的兒子 甚至他的孫 都有些和家庭有些糾紛有些分裂的情況 這個都是 他作為一個英國的國家元首 扮演一個很好的角色 他在家庭裏面都是一個黏合劑 他是 阻止不了 阻止不了 其他的 對於黃色家庭的那種紛擾 阻止不了 他們那麼大 是獨立的個體成年人 他們的婚姻是怎樣的 私生活是怎樣的 他很難作出干預 但是出了這些事後 他都做了一個很重要的黏合劑 修補這種關係 重建 在英國人心目中的 地位 是形象和聲譽 所以呂皇其實 是做了很多事 對內對外都是做了很多事 對英國做了很多事 對家庭做了很多事 對外都是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好 講中國 其實 英國的皇室對於中國的 態度是 印象應該這麼說 是一般的 是一般的 2015年10月的時候 英國皇就要接待來訪的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 大家還記得那一幕 習近平和英國皇坐在馬車那裏 如用的馬車那裏走了一個圈 在倫敦 被人覺得有些怪怪的感覺 一年之後 英女皇自己 爆了一些秘密 出來 事緣 2016年5月 他在英女皇 白金漢宮有一場 花園的party 他跟 英國倫敦的警察廳的女警官有個對話 這段對話 很隨意的 被 余蓉的攝影師拍了下來 然後就錄了 聲音都聽到的 這段對話不知為何就上了網 那對話是這樣的 女皇就得知道這位女警官叫Lucy 跟習近平副率領的代表權 訪問英國期間 警方的指揮官 她是當時的指揮官Lucy 女皇就說 Bad luck 哎真是不幸 真是倒霉 這位公務大臣 聊天的時候 就加到 哎真是 It's seriously undermined by the Chinese 被中國人覺得 不開心 很慘 不過呢 順利完成這個監舉的任務 然後建議 Lucy 向女皇說 那段故事是怎樣 Lucy就說 這項任務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尤其是習近平參觀 就是一個 Nancaster House的時候 突然之間說要取消 宣佈取消接賀來的行程 那女皇就說 哎呀 表示對你的同情 我都覺得他們的大使對我們很粗魯 他們是很粗魯 他們是很粗魯 對 他們很粗魯 這位大使就是英國派去中國的第一位大使 他說是啊 當時他就跟我站在一起 就這樣就丟下了我們 他說這做法就是 很不尋常 不應該這樣 他們都不懂外交 很粗魯 我覺得 這對話就在英國的媒體 在網上瘋傳 當時其實就是 英國和中國 的關係非常好 叫做黃金時代 英國也都極力爭取中國的投資 習近平來英國訪問 受到這個最高規格的 接待 當時很多英國的接待那些有關的人 對中國的 態度 說我們叫兒子棄屎的態度 就引氣吞聲 呂王的評論就說 說出了英國的心聲 甚至有些媒體 就說 特地把這段對話 說了出來然後發展到網上 就說到英國人 甚至呂王 是很不順氣 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們 你大國崛起嘛 你厲害嘛 我們是 末落的帝國 是不是就是這樣呢 連小小的面子都不避 其實英國的皇室對於中國人 對於中國的 統治者領導人 印象是一般的 菲利普親王和 查理斯 菲利普親王就是已故的 查理斯現在就做了查理斯三世 以前是王柱 在言談之間都對中國的 亦都是表達不滿的 1986年 大家記得 在中英前度談判 簽了 聯合聲明之後 伊麗莎伯 二世 訪問 中國 菲利普親王就 說北京很可怕 他正在說很可怕 然後到97年的時候 查理斯是代表英國 來香港 出席香港 這個 回歸大典 但後來 他在媒體 披露 日記 他說 中國領導人是一個 恐怖的古老的 立像 他說 國家主席 當時的國家主席 江澤民 講話 蘇聯式的 宣傳 整個交接的儀式 是很嘔心的 蘇式的表現 你可以知道 現在的國王 查理斯三世 當年的 查理斯王柱 就是要接任這個皇帝 國王的地位 對英國 和中國的接觸 那種 差的印象 那種反感 你看到是日於現表 所以 當世界各國悼念英雷王的時候 跟他講他當年的接觸是怎樣 關係對他的印象是怎樣 唯獨是中國這個大國 在國際上那麼有地位的大國 那個 現代 完全是沒有任何個人感情的存在 是格格不入的 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這是真是很蘇聯模式的 蘇聯 黨官 當年的蘇聯黨官 又或者當年的中國黨官 一樣 是不會對外國西方 視為敵人的 視為以色形態的競爭對手 國家的力量競爭對手 是不會視他們是有任何個人的關係 沒有個人的關係的存在 沒有個人的感情的存在 那不單止他對外國的元首 他對自己也是 是不是 官員與官員之間都是 不會有個人的關係 沒有個人的感情的存在 沒有個人的感情的存在 全部都是硬 硬斑斑的 那種的關係 這是很中國特色的 很中國特色 所以他對於 香港人 無論你特區政府 中國政府對於香港人 為什麼會 懷念是頭婆呢 他也是百事不得其解 就說你戀籍 就說你給英國人洗腦 是不是 反洗腦 用盡任何方法 要洗脫 昔日 殖民 統治的時候 香港人 壞面 你為什麼要壞面殖民統治 你的頭腦壞了才會壞面殖民統治 在他們的思維方式就是這樣 殖民時代 又不讓我們民主 又剝削我們香港的人 是不是 又打壓我們這個 這個 愛國的活動 你看看六七年的時候 打到我們頭破越南 強調這件事 但這件事跟香港人 格格不入 他不明白為什麼大家 這麼親自叫仕頭婆 為什麼大家都是 去英國駐港的總領事館 獻花 悼念這位 陪伴了我們七十年 這位已故的 伊利莎白與世 他不明白 因為他沒有任何個人的事 暫時經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G 繼續支持我心情有快樂 謝謝大家收看 再見 再見 再見